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然而 本该洋溢幸福祥和的小长假 在美国却成为了枪声密布的至暗时刻 据统计 长州末期间 全国有超过68人遭到枪击 一个婴儿在母亲怀里被陌生人击毙 一个4岁男孩在卧室床上睡觉时 被从窗外射入的子弹击穿头部两次身亡 一个11岁女孩在自己家里被闯进门的枪手随机狂射 小小的身躯惨重七枪 一名13岁少年好好在客厅里待着 就被人从窗外开枪爆头 一名周末仍在辛苦工作赚钱的出租车司机 被一个15岁少年开枪打死 这其中最丧心病狂令人毛骨悚然的一起枪击案 发生在度假圣地佛洛里达 9月5号下午 一名吸食了大量冰毒的枪手 穿着防弹背心闯入了一个安静的住宅区 随机寻找猎物大开杀戒 住在一栋独立屋内的一家四口 不幸成为了枪手选中的目标 全家老小三代人 原本正惬意地享受着长周末的闲暇时光 结果丧心病狂的枪手突然闯进门 二话不说拿起枪就开始扫射 一家人甚至连反应或求救都来不及 就全部葬身枪林弹雨之下 不断乍响的枪声中 住在附近的邻居也听到了女人的尖叫声 和婴儿的哭泣声 杀红了眼的枪手 在射杀全家四人后 连房子里的狗都不放过 一并击毙 昔日温馨的家变成了血腥地球 40岁的男屋主格里森 33岁的女主人特雷莎 两人才刚刚三个月大的小儿子乔迪 以及小男孩62岁的祖母 一家三代人就这样惨遭灭门 警方赶到后 和枪手发生了激烈的枪战 数百发子弹被射出 枪手被子弹击中一次 最终枪手失去武器投降 被警察逮捕带离现场 据了解 杀手是一名33岁的 美国前海军陆战队狙击手 名叫莱利 曾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服役四年 患有创伤后 应激障碍 目前在一家教堂担任保安 没有犯罪记录 经过调查 警方没有发现凶手和受害者之间 有任何联系 莱利是随机作案 而受害者只是碰巧成为了不幸的人 一名在现场执法的警察说 这个人在今天之前 是一名战争英雄 受过大量特殊军事训练 他不是传统的罪犯 血案发生后 莱利的女朋友选择配合警方 他说 男友最近似乎患有精神健康问题 不断地跟他说 自己能和上帝直接交流 前几天 他还跟女友说 上帝要他参加IDA巨峰的救援工作 枪击发生前 他告诉女友 自己在回家的路上 看到了一个在前院割草的男人 上帝给了他一个浴室 指这个男人的女儿即将要自杀 莱利表示自己要阻止女孩自杀 而这个割草的男人 似乎就是遇害家庭男主人格里森 当地警长格雷迪·贾德 对这起惨无人道的屠杀大为震怒 在新闻发布会上怒斥莱利是懦夫 因为他在失去武器后向警察举手投降 这就导致警察无法向他开枪 贾德警长说 他高举着双手走了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没有进一步的枪声响起 如果他带着枪出来的话就好了 如果他给了我们这个机会 他会被我们枪击很多次 但是他没有 因为他是个懦夫 在夜里射杀无辜的孩子 婴儿和各种各样的人非常容易 当你有枪而他们没有的时候 他根本就不是人 可见这位警长对这名为非作歹的凶手恨之入骨 除此之外 警方还将莱利描述为 狂暴的禽兽和恶魔之躯 被捕后 莱利告诉警方 在他动手前 这家人曾经祈求他饶他们一命 但他还是向他们开了枪 他说 这家人求我饶命 但无论如何 我还是把他们杀了 这名疯狂的枪手 直到被抓获送医后 还曾经试图从病床上跳起来 抢夺警察的配枪 目前 莱利被控17项罪名 包括一项一级谋杀罪 7项企图谋杀执法人员罪名 两项向建筑物开枪罪名 两项持武器入室盗窃罪名 一项纵火罪名等 本来生活幸福的一家人 就这样葬送在一个疯子手上 而这只是目前在美国频发的枪击案中的 一个典型 一个缩影 试想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度的人们 还何谈安居乐业呢 若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